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会有很多去旅游的人选择冒险拍下一幅幅唯美动人的风景跨卷 因为出去旅游如果不拍照留下点纪念 那将会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不过也有人赞同小镇的做法 因为旅行是个享受大自然的过程 如果把精力都放在了拍照这样的事情上 那将虚度整个旅程 所以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不过这项规定在颁布不久后便废除了 据负责人表示 这项规定其实是一种吸引游客的影响策略 就这项规定的影响来看 他们的目的的确达成了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